看多美股还是看空美股 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目 当前时点上我觉得美国的股票市场 应该说 未来前景还是有机会的 尽管今年以来美国股票市场 从底部反弹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实际上美国股票市场 从年初在疫情发生前到至今的涨幅 是不如中国股票市场涨得多的 那么如果现在出来的这些疫苗 证明是有效的话 那么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也会很快 再加上它的政策的整个支持环境 我觉得美国经济的基本面 应该还会是进一步好转的 那么这个对于支持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所以整体上来讲 对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前景 我认为向上的这样一个机会 大于系统性下跌的风险